一人古天乐、张志玲、吴振宇、胡信尔及周博豪等 3月20日在香港会展中心出席HMV数码中国集团2018芯片发布会 已经合作过多次的几位老乡士将在芯片《死亡通知单暗黑者》中合作 扮演张志玲女友的胡信尔离奇惨死 因而引发连串的故事 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合作 对上一次是那个《冲上雨霄》 都是五年前了吧 那时候我还没结婚 还没生孩子 对你已经变成一个女人了 那个时候还是个女孩 所以她改变很大 我还是一个男生 你还是一个男孩是吗 对还是一个小男生 还是那么年轻 我现在叫她姐了 姓月姐是吗 姓月姐 对啊 你是不是吃的防腐气 当然啊 就每天都吃那个公仔 公仔面 每天都吃了 人都已经疯了 对啊 我觉得她没有扁 还是这么帅 真的啊 对 不胖放心 很瘦 对啊 就我们 胡信儿结婚 生完小孩后 严如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走到哪都不忘跟大家分享 那不知道她跟张志玲 现在私底下聊得最多的 是不是就是在带孩子方面的事情呢 我觉得她绝对能够应付那个事情 我跟亮亮可能她会给我 亮亮给我多一点 我的那套方法绝对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的 你是放养的感觉 放养 自己告 随便 对我前天我儿子跟我带他去那个滑板 她就跟 她就跟那个花色的单车 碰着 碰到 碰个正 正找 正找 然后她差一点晕倒 你知道吗 她就差点死去的感觉 我都不敢告诉她妈妈 你知道吗 然后她 但你现在说出来 没关系 因为她昨天已经发现这个事情 我就能说出来 所以我的那套方法是 绝对 然后她撞到的时候 我还是在旁边 冷冷的看一眼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起来继续玩 她就 没想 倒抽一口凉气 我儿子 爸爸你居然 不安慰我这样子 然后 然后我就 没有流鼻血吧 流鼻血 想 想 差一点 差一点 她 她总之是蛮严重 她蛮严重的 可是我觉得 男孩子嘛 英雄 英雄 就不能 轻易地去 丢眼泪 丢眼泪 所以 我看见她没什么真正的受伤 我就让她这样子 所以我的那套教养的方法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的 所以她不会跟我谈 谈那个教育的那方面 谋方全媒 香港报道